今天教練要教大家一個 古早強廢法 首先要先講 進入秋冬 季節變化的時候 很多同學容易感冒 這一個在我們氣學裡面來講 代表著你的正氣不足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抵抗力不夠 這樣子外血就容易入侵 很多同學不要怕 外血講的不是 容易切鋼貨 我們這個外血講的 就是濕氣 寒氣 這種病毒 病菌 很容易入侵到你的體內 當然如果我們有一個金鐘罩 我們有一個防護罩 保護我們自己 那這樣子這些外血就不容易入侵 那麼在開始前 記得按讚 點閱 開啟 大鈴鐺喔 這個護罩跟按讚有關 因為要用到你的手指頭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一個特寫 這個老虎就像兩隻手拿出來 就像老虎的爪子一樣 所以這一個等一下練功的時候 今天要用到這個手型 就叫做胡爪 那特別要注意喔 大拇指是我們的肺筋 食指是我們的大腸筋 所以肺和大腸互為表裡的關係 所以這個胡爪等一下 用力的時候呢 你的大拇指和食指要特別的用力 我們都知道這個老虎最厲害的就是鎖喉弓 所以你要想像大拇指和食指 好 用點力量這樣子調動這個你的肺筋 OK 這樣子等一下就可以強肺 好 現在呢 我們就跟著教練先來把這個胡爪擺好之後 把手呢 放在你的胸前 那我們從側邊看 有一個擴胸的動作就是挺胸 然後呢 有一個含胸的動作 那胸口往內人呢 是一個平面 你從側邊看 當你的胸口往內 其實你的後背這個地方就往外拱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虎背 所以挺胸 含胸 把背盡量的往外拱 挺胸 含胸 OK 沒有問題吧 這個非常的簡單 好 現在我們就來練這個功法 把兩個手放在你的胸前 先做一個挺胸之後 然後呢 要快速的手 這個胡爪要往前伸 然後呢 胸口往內含 往後 後背要往外突出 然後嘴巴要 吼 OK 然後發一個這樣子的音 那 很多同學說 教練 這樣好嗎 我跟你講 教練有一次去上節目 有些來賓就講 哇 他在家裡面天天夫妻會吵架 他都吵不贏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的聲音太小 廢棄不足 今天這個功法 剛剛好 OK 如果你在公司裡面 你買了一個股票 漲停板 很開心的時候 當然要大聲的呼喚 這個呼喚讓全世界都能夠感受到 你這個投資的喜悅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跟著教練 我們來做這個胡爪強肺法 好 現在呢 兩手胡爪 記得喔 大拇指和食指要用力 挺胸之後 吼 向前 然後向前之後 你會發現 欸 教練 我的膝蓋有一點點彎 沒錯 接著 起身 身體 站起來 挺胸 吼 放鬆 再做一次 吼 吼 通常 我們要吼個七次 吼 如果呢 到了第三次 還沒有人來看你 那你可以練三次就好了 吼 怎麼吼 都可以 放鬆 吼 現在 再做兩次之前 這之前 教練呢 要給大家再增強一下 這一個老虎啊 我們看到老虎 通常是怎麼樣 看到獵物 要伸爪抓之前 老虎一定會非常的凶狠 所以呢 這個功法在練的時候 我們講 肺開竅於鼻 所以有一個小訣竅 你的鼻子要 鼻孔撐大 有多大你就撐多大 聳鼻 然後呢 這個喉嚨這個地方做一點點的震動 然後 出去 練起來 整個肺腔震動的效果不一樣 那老虎的眼睛呢 非常的大 看到獵物 盯著前方 我們跟著教練 這樣子一個表情做做看 再試試看 試試看 OK 好 做了七次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兩手手掌內外觀香蕉底 放在我們的肚臍下方 向右邊畫圓 總共慢慢地揉 這個圓呢 動作就是在揉我們的腸胃 剛剛講過肺與大腸互為表裡的關係 慢慢地畫圓 感覺到肚子有一點點溫溫熱熱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功法呢 既可以搶你的肺 也可以幫助你的消化 一舉數得有空可以練練看喔 好 練完之後兩手分開 今天這個功法看起來簡單 可是要練起來 你可能要打破一點你心裡的障礙 為什麼 首先第一個 你的鼻子 眼睛真大 要有一點兇猛的感覺 再來呢就是這個聲音 要一個震動 肺腔 挺胸 含胸 OK 然後大拇指 虎爪 大拇指和食指 緊緊的扣住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練著練著 你的肺氣就會強 以上就是今天的功法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點閱按讚開啟大鈴鐺 會重要的啦 好 投資請找理財周開 健康找白煙氣功 我們下次見 掰掰